Baby Bus 可恶的行车乱丢垃圾 哦啦啦 宝贝 你看妈妈今天是不是超级美 妈妈最美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有人在马路上乱丢垃圾 害我撞车了 你快来啊 什么 我马上过去 好了啦 拉布拉多警长 你看我的车都撞成这样了啦 我醉宝贝的爆炸头假发也坏了 谁是你把榴莲可丢到我才撞车的 你胡说我没丢 不是你还有谁 是你 是你 又是你 又是你 不是不是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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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拉 一定是你 不是我 好了 请不要在小孩子面前这样大吵大闹 我们可以透过勘查事故现场 来确定是谁的责任 确实不是兔鹫大叔 他的车上没有榴莲的味道 嘴里也没有榴莲的味道 噢啦啦 不是他 那到底是谁啊 放心吧 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又是榴莲壳 继续看查周围 蛊 嗯 嗯 蛊 有发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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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 这一路上发现了很多榴莲壳 根据这些榴莲壳分布的轨迹 一定是开往那边的车辆丢的 追 这是怎么回事 发现目标 注意注意 远方车辆靠边停车 香香的榴莲 我最爱吃了 停车 快进车 在一块儿 危险 狗狗飞爪 狗狗飞爪 行车乱丢垃圾 是违法的 跟我回警局 接受处罚吧 我再也不敢了 我再也不敢了 发挥公德心 发挥公德心从我做起 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 喜欢我们 记得点这里按赞 小西风张线 小西风张线 你没有我快 你的头发 这是怎么回事 认识什么 有鬼啊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公园这边有鬼 你们快来啊 有鬼 我们马上到 你们的头发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刚刚在那边玩滑板车 突然我们的头发就变成这样了 你是不是有鬼啊 太可怕了 别害怕 世界上是没有鬼的 你们先回家 渡兵 我们去看看 好 这应该安全了吧 在那里 快追 啊 啊 啊 又到哪里去了 我们分头找 哦 啊 剪刀的声音 找到你了 天哪 我的头发 苏兰先生 原来所谓的鬼就是你 不是我 他不是鬼 他是这里的园丁 我推测 苏兰先生是因为动作太慢了 所以才从白天工作到了现在 是的 那刚刚我们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好大的风 小心 这是什么 这是风筝 风筝 你看 这是风筝的尾巴 哦 原来所谓的鬼就是风筝 怪不得每次有风 它就出现了 可是风筝怎么会剃头呢 绷紧的风筝线非常锋利 连水果都能轻易削断 更别说是头发了 太危险了 我们必须马上找到这个风筝 注意风向 就能找到它 那边 在那里 果然是风筝 我的冰纸 我的帽子 怎么这么多人 起风了会很危险的 大家快趴下 快躲开 小心 救命啊 懂了 有办法了 没事了 风筝线很锋利 容易伤人 大家要注意安全哦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绷紧的风筝线 是非常锋利的 如果看见附近有人 在放风筝 或者有掉落的风筝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尽量避开 以免受伤 大家记住了吗 神秘摩托车 绿灯了 绿灯了 红灯停 绿灯行 天哪 摩托车上 怎么没有人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我刚才过马路 飞一辆幽灵摩托车 装飞了 什么 幽灵摩托车 我们马上到 人呢 我在这儿 吓死我了 还好我的尹壳 保护了我们 穿山甲先生 是你报警的吗 是啊 是啊 我被一辆 照红灯的摩托车 撞了 那辆摩托车 居然没人驾驶 一定是幽灵摩托车 太可怕了 幽灵摩托车 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放心吧 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首先 我们得先找到 这辆摩托车 是 只要有车辆经过 一定会留下痕迹 前面有水坑 这是汽车轮胎的痕迹 这是摩托车 摩托车轮胎的痕迹 我找到线索了 哦 它一定 是往这条路走了 追 快看 难道 真的有幽灵 这世界上不可能有幽灵 在那儿 开进箱子里了 追上去 可恶 可恶 它跑不了的 它跑不了的 警察 吴贵爷爷 可以帮我们追上那辆摩托车吗 没问题 抓紧手 吴贵爷爷爷 到底能不能追上啊 等着瞧好了 我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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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屁股好痛啊 我的屁股好痛啊 我闪 邀在摩托车 停下来 原来是变色龙 原来是变色龙 危险 太可怕了 变色龙 你违反了交通规则 请你接受处罚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红绿灯是指挥交通运行的信号灯 红灯表示禁止通行 绿灯表示准许通行 黄灯表示警示 无论是驾驶车辆的司机 还是路上的行人 都要严格遵守 红绿灯的指示通行 不然很容易出意外的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外星飞船事件 新牛弟弟 快来放风筝啊 待会儿给你看个超酷的风筝 外星人 救命啊 救命啊 新牛弟弟 新牛弟弟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新牛弟弟被外星人抓走了 快救救他呀 什么 外星人 快看 难道真的有外星人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走 外星人也不例外 气球 快来买气球了 去 鞋子 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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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来了 外星人来了 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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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 快放下犀牛弟弟 外星人不见了 可恶 被他逃走了 风筝的线盘 难道 那个不是外星人 是风筝 难怪会跟着风向一直飞 天哪 原来是这样 我们必须尽快追到风筝 救下犀牛弟弟 我是小蝶 小蝶 我们需要直升机的支援 收到 小蝶出马 一个敌人 快 上来 沿着风吹的方向 快追 没问题 看我的 天旋地转 一飞冲天 在那边 真的是风筝 救命啊 救命啊 犀牛弟弟 你要撑住 我们马上来救你 救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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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 ه 啊 啊 啊 ,啊 拉不拉多紧张 我们没事 大风筝太可怕了 安全紧张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飞上天的风筝力气很大 要和大人一起放 千万不要自己独自放大风筝哦 放风筝的时候要注意安全 不要被风筝线缠住或绊倒 另外风筝线很细 要戴好手套避免被割伤 大家记住了吗 小鸡弟弟失踪案 好急啊 我快变不住了 哥哥 我想吃冰淇淋 我先上个厕所 你等我一下 冰淇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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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就能吃冰淇淋了 小朋友 我知道一家非常好吃的冰淇淋店 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吧 可是我不认识你啊 我不去 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小时候还抱过你呢 你忘了 快走 快走啦 再不走冰淇淋都快卖完喽 走 买冰淇淋去 买冰淇淋去 弟弟呢 弟弟 弟弟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事情 不好啦 我的弟弟不见了 怎么办 别急 小七哥哥 我们马上到 拉布拉多警长 刚才我去上了个厕所 出了就发现弟弟不见了 你一定要帮我找到他 放心吧 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 布拉多警长解决不了的案件 小鸡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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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弟弟的玩具 他有可能还在附近 我们继续找 那个人东张希望鬼鬼祟祟 小鸡弟弟 一定被他藏在里面 站住 什么 居然不是小鸡弟弟 废话 看清楚 这是我的背 说话 就好好说话 干嘛撕人这衣服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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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托先生 你有没有看见一只 肥嘟嘟 戴着格子帽的黄色小鸡 这个嘛 哼 想起来了 他跟着一只红狐狸 往森林那边去了 不好 这个红狐狸 很可能是诱拐犯 快追 有三条路 他们走的是哪条路呢 这里都是泥土地 一定会留下脚印 我们找找看 找到了 这是狐狸和小鸡的脚印 他们一定是往这个方向去了 追 冰淇淋店这么远 我不想吃冰淇淋了 我要回家 回家 你回不了家了 救命啊 不许动 拉布拉多警长 没有人能从我手里逃跑 把他带回禁局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出去玩 不能乱跑 不能接受陌生人的任何东西 陌生人如果要带你回家 一定一定要拒绝他 一旦遭遇陌生人的恐吓 威胁 要在第一时间大声地喊叫 或者向周围的人求救 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特制饼干 妈妈 有这么多好吃的呀 哇 冰淇淋看起来也好好吃 妈妈 带回买给你 你先等我一下哦 哇 那个也看起来好好吃哦 看我用特制的饼干 把这个小孩拐骗走 哇 哇 好香啊 小朋友 来 分你一块 非常好吃哦 可是妈妈说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 这么好吃的饼干 其他地方买不到哦 我要吃 我要吃 太好吃了 好困 跟我走吧 小犀牛 小犀牛 我的孩子 你在哪里 发生什么事 去看看 小犀牛 拉布拉脱警长 快帮帮我 小犀牛不见了 别急 我们马上去找 我得赶快离开这里 不能被警察发现 好厉害啊 香泡泡的恐龙飞饼 快来买哦 小朋友 你没事吧 小朋友 你怎么了 快走开 你吓到他了 好奇怪啊 你们有没有看到小犀牛 没有看到 请问有看到小犀牛吗 我的飞饼变成这样了 像是小犀牛 长臂员先生 你刚才有见过小犀牛吗 有有有 他看起来怪怪的 被灰狐狸带到那边去了 灰狐狸 糟糕 小犀牛很可能被拐走了 快追 灰狐狸 在那里 糟糟糕 糟糕 是警察 快跑 糟糕 有了 糟糟糕 抓不到我吧 快走 糟糕 糟糕 被他逃走了 快跟上 这个饼干有问题 外部的小犀牛会跟他走 快追 这边 糟糕 没路了 先躲在这里 要想个办法 有了 嘿嘿 待会我把测试的饼干塞进他们嘴里 这样就抓不到我了 抓不到你 警察 毒兵 快追 小犀牛 快醒醒 别跑 别跑 来 来 等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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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嘿呀 站住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赫赫兄姨月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没有经过爸爸妈妈的允许 绝对不能吃陌生人给的食物 因为有些坏人会利用一些特殊的食物 来拐骗小孩 大家一定要小心哦 超载危险 爸爸回来了 孩子们 看 这是爸爸买的新车 哇 哇 好漂亮的车 拜拜 我们想坐新车出去玩 好呀 上车对象 啊 太解了 不解 不解 我看还是别去了吧 去嘛 我们都想去 那就在家附近开一小段路吧 好耶 算好了 出发 好好急啊 不要急我 好舒服啊 太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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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的 哇 洗得好干净啊 啊 又脏了 嘿 开车要有功德心啊 那辆车肯定有问题 杜冰 我们追上去看看 小爹 随时支援 稍等 啊 别急啊 不要急啊 开窗吵个气 啊 啊 啊 那辆车已经严重烧载了 太危险了 得赶快让那辆车停下来 啊 哎呀 怎么开到大马路上了 啊 糟糕 危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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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让开 快让开 还好没撞到 太可怕了 吓坡了 得赶快停车 怎么刹不住了 车怎么冒烟了 大爷爸爸 快停车 我停不下来啊 我要回家 救命啊 救命啊 小爹就位 拉不拉坐警长 前面是悬崖 什么 得马上让车停下来 行 狗狗飞转 发射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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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大家都没事 太可怕了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 大爷爸爸 你严重违反交通安全 请跟我为警局接受处罚 我以后再也不敢超载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奖 小朋友们 超载的车辆很容易发生危险 我们千万不能乘坐 乘车时 小朋友要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 系好安全带 行车途中一定不能把头手伸出窗外 也不能乱跑乱动 大家记住了吗 谁偷了金简刀 神奇金简刀 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 完美 太帅了 我真美 爸爸好厉害 不愧是金简刀 慢走 下一位 Tony先生 我要剪这个发型 没问题 哇 神奇金简刀 让你的美丽从头开始 剪刀呢 竖缆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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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的 又跑哪里去了 我的金简刀呢 剪刀呢 剪刀呢 Tony先生 这是怎么了 拉布拉多警长 我的宝贝金简刀 被偷了 什么 被偷了 你快帮帮我吧 没有金简刀 我的理发店就要关门了 放心吧 没有我拉布拉多警长 解决不了的案件 你是说 竖缆电源 焊金简刀 一起消失了 没错 平时都是竖缆负责舒适性剪刀 一定是他偷走的 为了来这里剪头发 我排了整整一个月的队啊 我现在就去找他 你做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树篮行动缓慢 而且刚才一直在厕所 偷走金简刀人 应该不是他 那金简刀难道凭空消失了 任何犯罪都会在现场留下痕迹 一定还有线索没找到 这像是小朋友的手艺 这是我女儿小马妹妹的衣服 我女儿呢 她哥哥还在这里呢 糟糕 小马妹妹可能有危险 我们必须赶快找到她 天呐 我的女儿 线索在这里消失了 我们分头找 小马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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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 这好像是我女儿的头发 她啊 这 стол更不行 请你否 sieht坏了 对不起 小心 小西 涂 我的宝贝女儿 你没事吧 爸爸 小马妹妹 剪刀是很危险的 你看洋娃娃都受伤了 小朋友要等长大了 才能用剪刀 我知道了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 托尼先生 以后一定要把剪刀收好了 我一定会更加注意的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剪刀 小刀 等尖锐物品 容易让人受伤 非常危险 千万不能拿来玩耍 在做劳作时 必须要使用儿童专用剪刀 家长们也应该把剪刀 小刀等尖锐物品 放在小朋友 接触不到的地方 大家记住了吗 汉堡餐车失控了 乱停车 给你开罚单 快停下 小宗雄 不可以在车上乱贴东西哦 我知道错了 你一个人在外面玩 很危险 走 我们送你回家 好酷啊 我要坐警车咯 警车出动 快停下来 小朋友不可以坐驾驶座 这样是很危险的 好吧 那我坐这边 副驾驶也不可以坐哦 小朋友要坐后坐 还要系好安全带哦 坐好了 出发 太棒了 好可怕 小松熊 千万不可以把头手伸出车窗外 刚才实在是太危险了 我知道了 给你 我要两分 好的 好了 谢谢 慢走 爸爸 爸爸 拉不拉多警长 小松熊怎么跟你们在一起 松熊先生 小松熊一个人在外面玩 有危险 一定要看好呀 真抱歉 我今天实在太忙了 没有看好了它 对了 谢谢你们送它回来 快尝尝我的特殊汉堡吧 很香哦 哇 好大的汉堡 不用了 别客气了 尝一尝吧 哦 哦 嘿 嘿 嘿嘿 哇 哼哼 开车了 哈哈 哈哈 怎么回事 糟糕 快停下来 小松熊 小松熊 要怎么停下来啊 小松熊 啊 好可怕 好可怕 嘿 嘿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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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前面实施中心 快开警车追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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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辆汉堡餐车失控了 小松熊还在车上 我们需要支援 稍等 救命啊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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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看不到前面了 嗨 嗨 小迪就位 小迪 快带我们追上餐车 收到 嘿 抓好了 把我们放在车顶上 没问题 看我的 嗨 嗨 嗨 小蝶 抱歉 操作失误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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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不辣多紧张 快系好安全带 坐好 准备刹车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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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刹车失灵了 嗨 小迪 附近哪里可以紧急停车 前方有个紧急闭车的 好 嗨 前面好多车啊 交给我吧 坐稳了 嗨 嗨 抓紧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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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敢在汽车驾驶座上玩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在乘车时 一定要坐在后座 系好安全带 不能把投手伸出车窗外 更不能在汽车驾驶座上玩耍 一旦意外启动车辆 不仅会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 还会危害到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安全乘车 平安出行 陌生来电 小绵羊 妈妈出去买菜 你在家千万不要帮陌生人开门 也不要接陌生电话哦 拜拜 电话响了 这个是陌生号码 不能接 会不会有什么急事啊 你好 我是小绵羊 是个小孩 你好 小绵羊 你爸妈在家吗 我爸爸妈妈出去了 爸妈不在家 好机会 请问你是谁啊 我是熊叔叔呀 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 你忘了吗 熊叔叔 对啊 我特地买了蛋糕来看你呢 有蛋糕 你去门外看看 我马上就到了 好耶 我来啦 熊叔叔 你上当了 跟我走吧 小绵羊 你在哪里 小绵羊 你好 我是拉布拉多警长 拉布拉多警长 我是绵羊妈妈 我的孩子不见了 我们马上就到 拉布拉多警长 小绵羊刚刚还在家里玩念图 可是我一回来就找不到它了 别担心 交给我们吧 窗户是从里面关好的 室内也没有异常的痕迹 电话上有黏土 看来小绵羊接过电话 小蝶 快查查这个号码 嗯 糟了 这是一通诈骗电话 小绵羊一定是被骗子打电话骗走了 小蝶 这个号码的地址在哪里 定位显示在彩虹公寓 出动 骗子会藏在哪一间呢 你好 你的披萨马上就送到了 披萨外卖 我有办法了 好饿 谁啊 恭喜你中奖了 免费获得披萨一份 免费的披萨 这是最后一份披萨 好香啊 你不要的话我就送给下一位中奖者啦 我住彩虹社区602 快来快来 小蝶 道具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超级粘粘披萨 一碰就会被粘住 就是这里 披萨到了 来了 我的披萨 来了 这披萨是我的 是我的 住手 这是我的 是我的 给我打来 可恶 警察 我溜 站住 别跑 那是什么 别跑 突兵 快让开 冬兵 站住 别想抓到我 过不来了吧 拜拜喽 给我站住 富兵 小蝶 快用狗狗追击 狗狗追击 第一招 飞狗 出击 你的披萨还没吃完呢 哈哈 没有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小绵羊 没事了 坏人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 我再也不敢接陌生人的电话了 安全警长 马上开讲 小朋友们 如果遇到陌生来电 不要自己接听 要交给爸爸妈妈处理 如果一个人在家 不小心接听了陌生电话 千万不要透露独自在家 和家庭地址等资讯 以免被坏人利用 大家要记住 大家要记住 我来 их 拜拜 我来个人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